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用了你的掌声 欢迎就位老师 非常感谢 首先感谢一下各位 苗彤大人也来这里 共度一两个小时的时光 感谢福州大师给我很多机会 办过很多讲座 来这里两天三四个小时 能讲的东西有限 先和大家分享一些讲座视频 我今天会全部发给王老师 你们可以问他要 他可以给大家分享 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先暖场一下 说一说今天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我很希望今天是一个大家共同参与的一个讲座 大家一起来制造的讲座 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需要比较多的互动 需要听到大家的想法 我们先来做一个暖场怎么样 大家猜一猜我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福州天气很热啊 你们猜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我的心疯狂 我真心希望的是你说 大家说 讲者更需要关照啊 下一条问题 今天天气热 突然下雨了 猜一猜下一句是什么 没带伞 没带伞 三把伞 王老师带我来 我们上了 下一句话还是 讲者更需要关照啊 第三个问题 讲者今天来讲课 下一句 讲者更需要关照 更需要关照 怎么关照 大家有问题就提好了 这就是最大的关照 我们今天的主题 关键的主题就一个 就是翻译研究怎么做 你可以把它打散 说翻译的研究怎么展开 第二怎么去构思 怎么去设计 怎么去操作 还有 怎样去把课题 转换成论文 怎么把论文写出来 还有最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 怎么把写出来的论文 让它可以发表 具有发表 在国际上发表的 价值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也是明天要讲的 我希望两天的听众 大同小业 意思就是今天是铺垫 明天是对论文架斗的展开 和探讨 我们今天先把我们 这个论文的内容 材料 元素给做出来 明天把这些材料 元素 内容给搭聘成一个论文的框架 好吗 这就是我们两天的基本的安排 这是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一些 基本的步骤和程序和内容 我先讲其中的前几个 第一 关键词 实际上我已经做出了一些关键词 包括和课题有关的关键词 包括和思路有关的关键词 包括和数据收集有关的两个 一个收集一个分析 数据怎样收集怎样分析 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讲座和探讨 补充更多的关键词 随时加进去 这样有一天 你们从王老师那里拿到PPT以后 可以去回想一下 我们这个讲座到底什么东西 可以反思一下 可以消化一点 可以生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思路 那么这个是课题了 这个是关键词了 第二个 我们要探讨的是论文写什么 我们先看一看论文写什么 我给大家排列出五个选项 大家看一眼 问问自己 或者也和邻居邻座的老师师长 同学交流一下 自己常用的套路是哪一个 我认为哪一个最好 然后每一个套路做出来的成果 分别是什么样的论文 大家探讨一下好吗 第一个问题 自己常用的套路是哪个 第二个问题 理想的套路是哪一个 第三个问题 用不同的套路 分别写出什么样的论文 第二个是观察现实 设计问卷 收集统计数据 加以分析 我们先来一场 现场的表决 看一看哪个最常用好吗 第一个是 查找文献 苦思冥想 然后组织语言 把论文写出来 有多少人常用的 一个两个 我看到勇敢一点举手好吗 两个两只手 很勇敢的手 我看到的是两只很勇敢的手 和很勇敢的心理 非常好 第二个 观察现实 设计一个问卷 收集统计数据 分析 写出了文 有多少人用 可以 举举手吗 没一个人用 那起码可以猜一猜 为什么用这个颜色 反正都没人用 有什么人 对不对 我说一下 实际上 我给出我的评估和判断 我担心 文科的师生用这个 现在开始用烂了 你看大学生一说做课题 无论文科 功课 啥课 最后都是问卷调查 你去看你的微信的同事 朋友 同学 学生圈 都在搞这个 太烂了 还有一点 我们文科的师生和学者 天生 就处于弱势 真正做这个墙的是 搞数据的人 搞社会的人 搞社会 搞人口调查的人 搞经济的人 我们永远做过一堂 意味着发表了很难 我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 别人都在搞量性的时候 自己去探索一下 智性和文本分析 也是今天的主题 第三个 梳理新的概念或者理论 然后分析现实和数据 比如说中国的现实 组织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推进理论的创新 和思想创新 有多少人用这个套路 举起手可以吗 一个 两个 挺好 能说一下 这第三个和第一个 有什么差异吗 比较一下 起码有一些事实依据 对不对 你因为有事实依据以后 你起码对原来的理论 有所创新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叫critical review 第一个就是简单的review 文献 我们叫literature review 第三个可以称作 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当做critical review 第一和第三 加起来有五个人在做 你请 你们 第四个 分析现实 比如说福建 或中国的现状 梳理其运作的原理 或者规律 找出 比如说福建的某个行业的规律 然后呢 提出最佳的策略 这个有多少人在做 举举手可以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大概五个 多了很多 这个套路写出来的论文 大家给我一个概括 叫什么论文 什么 叫什么 问题 针对问题来提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不对 还有呢 大声一点 那位李老师 应用型的 应用型的 技术型的 应用型的 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这个 是中国最多的一个写法 也是西刊最容易发表的 给政府现谋现策 写出来的 所以如果写西刊 大家要注意用这个方法 第五个方法 通过 阅读 深造 工作 等等 不断地去培育自己的一个思路 熟悉这个思路里头 这个理论里头的相关的概念 特别是最新的概念 然后去关注事实 在现状和事实里面 找出一些问题 自己感兴趣的 或者想解决的问题 然后设计一个 研究的课题 探索性的 探索性的课题 然后呢 通过这个课题去收集数据 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 这个有多少人在做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哇 太厉害了 我可以不讲 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 而且 大家要向院长看齐 院长也是用这个 这个非常好 这个比较适合国际上的发表 S刊里面 需要的是这个套路 假设 你的个人的学术目标 是要在S刊上发论门的话 希望大家关注这个套路 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工作坊 也是沿着这个套路展开 抱歉 再问个问题 用这个套路写出来的论文 你给他一个属性 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论文 它就有各种名称了 你可以叫做学术论文 但是 我愿意把它叫做 课题依据论文 就是根据一个课题 写出来的论文 我们今天 主要的任务 就是设计出来一个课题 明天 把课题 转换成一个论文的框架 这就是我们 今明两天 要做到的事 第三个 我们要来讲 研究什么 等一下 我会回头来讲 什么叫做思路 什么叫做概念 但是我们 要先找到一个研究的对象 和材料 我今天举的例子 就是 研复的天言论 先问几个问题 研复大家熟悉吧 肯定了 连我这个外省人都熟悉 福建人 大家肯定熟悉 对不对 研复 在中国学术史 和学术上 有什么地位 大家把它称作什么 认作什么人 翻译的学者 翻译家 这个是原文 打开原文很重要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比较 译文 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 研复的一文 看一眼 有时候 我说一点 要认识一样东西 怎么认识 学术圈里头 有个传统 是看差异 你要对它进行比较 你才能看出 它的特点和差异 和性质 对不对 为了比较 严肤的 译文 为了对严肤的译文 有更深刻的 认识和把握 我给大家提供 一个参考的译文 大家猜一猜 这个参考的译文 宋先生一出来 这个人 大概是哪个年代的人 能看出来 它大概是哪 六十年代 为什么猜出是六十年代 很敏感 我只是看出他的白话文和比较规范语法的文具 中院长看出了一些标识 这个标识标志着他六零年以后出生 很正确 我猜他就是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人 为什么 这个译文是八十年代的译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 你们觉得这个译者 是否属于训练有素的译者 一个称职的译者 假设你的学生里有这个译者 有这种翻译水平 你是否满意 满不满意 我给大家想想 按照我的判断 他基本上训练有素 语言中文的文字 特别是规范的文字 比较好 水平比较高 他的语法 句法和用词都比较高 对不对 也比较训练有素 基本上原来的东西 原文的元素 他都翻出来了 下个问题 我希望我说的会成为真实 假设 中院长决定给大家发五百块钱 购书费 希望是真的 发给大家五百块现金 让你去随便买书 买哪本 买这两本书 一本是严佛的 一本是宋先生的 一注 你买哪本 都买 反正有五百块 反正我们中院长会给你一百块 OK 够了 对不对 一本罪也就七八十 假设 那么 姚老师说 都买了 我下一个问题 你都买了 你哪本书会放在床头 严佛的 假设 你想让你的小孩去学国学或者朗诵或者汉语 你让他看哪一本 也是严佛的 摆在书架上摆哪一本 更加要严佛 因为我们是福州人摆在书架上有个认同感 福州老乡 而且这有文学价值 严佛意义的价值 对 有道理 下面的几个问题 更加开放性 让你去研究严佛的译文 什么叫研究 研究 我先说我对研究的定义 中国人说 知其人 和知其所以人 第一个 是学习 不是研究 就像我们上课老师说你要学会什么一样 这不叫做研究 知其人 什么叫研究呢 就是知其所以人通过研究去看他为什么 解答一连串的为什么叫做研究 另外一个定义 已经存在的知识 理论 不需要研究 研究就是去探索 发现 未知的东西 这才叫研究 第三 要探索和发现未知的东西的话 你首先要有个关注点 关注点摆在哪里 研究的常规和规律就是 把关注点放在问题上 我加一个关键词 我看有没有 这个是关键词 第二个 to problematize 就是在一个很平常 很貌似正常的状况 或者材料 或者东西里头 看出别人没看出的问题 找出问题 发现问题很重要 所以这个关键词叫 to problematize to identify problems 那我再回到这个 大家想一想 能不能在里头发现几个问题 再给大家五分钟的探讨时间 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材料 去发现问题了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课题了 第一步 我们找出它的问题 第一步 我们 identify problems to problematize to problematize info's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 这是我们第一步 大家讨讨论一下好吗 自己反思一下或者讨论一下 在两三位临座之间讨论一下 看能不能组织起个问题 假设我们明天要做一个课题设计的时候 中文有个环节 是要把问题做出来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铺垫了 开始预热了 请大家在这里找出没有问题 也要找出问题 最好的学者就是可以看出问题的人 大家想一想 比较一下原文 严富的译文和宋先生的译文 能不能找出几个问题 在座谁是学生 你们两位 等一下我要问你们两位 等一下我们有性别之身和研究生 你们本格生研究生 能不能找出几个问题 抓紧 甚至把它写出来 用问题question的形式句型 把它给写出来 我课题要研究问题 研究什么什么问题 对有问题很好 有问题就提出来 可以走上来拍 拍得清楚点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 姚老师帮忙给我们出个问题怎么样 中国人叫什么 欲人不输 要杀就杀熟 谁是熟人杀谁 欲人不输 所以千万不要认识这种人 但姚老师麻烦你 也代表我们老师组织一个问题 可以吗 我看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是 为什么 莲副的译文 有很强烈的中国话 但有很多中文的 中国文化的印记 或者说 印记或者说是意象的 第二个问题的话 原文它是集中在 自然界的生物的描写 然后到盐护 它的译文的时候 就是上升到了 人的层面 然后人的种族的层面 我这个写出来是否基本上符合你的想法 第一个 不看什么 第一个你再说一遍 就是说 也许为什么 就是它的译文 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意象 为什么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意象 问题很尖锐 而且有学术性 比如说其中有学术的概念 一种翻译的策略 这个翻译策略叫什么 把无论人家写的是什么 我都转变成中国文化 或者语言文体的意象 这叫做什么翻译策略 规划 或者在地化 或者同化 或者本地化 对不对 非常好 这就是一种训练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但是归根结底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一个生物的语言描述 变成了一种 刚才说是生物还是自然界 自然界的时候 对 那就一个一回事 为什么对生物的描述 转变成了对文化精神的一种描述 这是一种转变 你第一个也是转变 第二个也是转变 我们要加入另外一个关键词 思路 你讲到西方思想里头的一个 关键的思路和概念 这个就叫做差异 我们很多人习惯用标准去看待世界 你是否符合标准 就我们所谓的大一统 对不对 要强调统一和相同 法国的学术界和学人 他比较关注 对非后 就是差异 你的两个问题都关注的是差异 非常好 OK 姚老师有没有问题 我没有忘记的 我的记性很好的 我们看到就是觉得说 当时严富他翻译的受众 和宋先生的一种 他们的受众各有什么不同 那如果是严富的这个艺文呢 在我们现代当代 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的这个要求 能够满足我们现代这种受众的 这个一些需求 或者的期待 关注点 姚老师这些 他的问题实际上 包含两个小的提问 第一个 两个艺文的受众 是否不同 有什么不同 或者相似指出 第二个问题 受众不同的话 严富的艺文 今天还会受到欢迎吗 或者接受吗 关注点很好 但是关注问题的逻辑 有待改善 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解答 可以解答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了 自然而然受众就不同 一百年的差距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要重新 重新去构思和建设 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严富的 艺文 一百多年了 到今天 还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效 甚至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问的 刚才铺垫暖场的问题 大家倾向于买严富的书更多 倾向于让小孩子去学严富的艺文更多 倾向于把他放在书架上的人更多 这个可能就是解答你这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你这个问题再问下去的话 可能比这个问题还要尖锐 因为刚才那个很简单一个小小的抽样调查就给你解决了 你是发表不了的 你怎样可以让你的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学术性 更加有深度 更加有思考量在里头 如何变得更加有思考量 怎么样改善这个问题 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都可以改善 我们专讲第二个问题 怎样改善他的学术思想深度 实际上我再说再表扬表扬姚老师 我怕这个讲座王女后她不理我 我老刁难她 绝大多数的学者 关注翻译研究的也是艺文和作者 和艺者 姚老师多走了一步 他关注的是受众 他在理论思路上 就比一般人多走了一步 更加现代一点 更加新一点 更加有智慧一点 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文本和思想 是读者 译者 动造出来的 非常好 OK 三个同学 三组同学 你们的问题 可以把麦克风交给三位同学吗 好 你们说一说你们的问题 我们和那个第二个问题有点类似在这里 有一些些它也有目的 可能有个有所拒绝是 它的原文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一个概念 那种的一个点点 然后到了艺术那里它是一个国家之族的那种一种 专门吧 然后我再想就是 也不是它是本身对原文的理解的问题 还是它就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目的 就是它做这样的处理 而且它自己提倡的那种 翻译的一顿是新雅雅的 从这个举的例子来看的话 似乎就是跟它自己所提出的那个理论 就不完全切合的那种 我猜它可能会有它的特定目的吧 很好 这三位男同学的思想和活跃 他们刚才短暂的描述里头 出现了好几个关键词 对于我们感兴趣的关键词 国家 民族 个人的目的 信达雅 还有差异 非常好 但是 问题不够精炼 实际上有好几个问题 能不能把它分成几个独立的 精确的问题 而且挑出其中最精确的问题 你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现在重新挑一个小的问题 在你刚才说的这里 能不能再组织一个更精确的问题 你认为最值得去研究和写 最有可能发表 我个人的话 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比较感兴趣 就我个人来说 对 非常好 怎么通过翻译 去对国家和民族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对不对 那么我今天要加入我另外一个关键词 翻译理论里头的概念和思路 有些是非常传统的 有些是比较新的 我们可以讲一讲传统的 也讲一点新的 传统的包括所谓的 信达雅 对不对 而且是严富弄出来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再说一点 比如说忠实准确 对不对 新的 我说一个我这几年 我坚信不移的一个新的概念 几个概念 在很多传统翻译学者和研究的心目中 翻译就是文本翻译 就是要忠实准确 就是要信要答 我现在说一下我这几年对翻译新的认识 在我看来 翻译 最根本的标志和定义 和忠实准确没有关系 最根本的定义 最根本的定义就是 we translate to change 我们翻译 不是为了传达什么 是为了去改变什么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 刚才说有一个比较国际性的概念 对不起我把它 叫做差异 实际上我在这里我引入了一个我最近几年特别关注的一个概念 叫做改变 你去看一看 大家都告诉我 你心目中 世界上最伟大的议者是哪几个 你心目中你想想 你知道的议者 大家能举几个 哪几个议者 历史上中外的议者最伟大 葛浩人 杨仙逸 葛浩人 杨仙逸 戴海迪 戴海迪 余光中 余光中是诗人还是译者 也是班将 OK很好 还有我先说你挑的这几个 这三个同学 代不代表你们三个人的看法 好 你们三个人的看法很有鉴定 你们关心我可以看出你们的关心 你们关心的是 谁能用翻译去推广中国的文化 对不对 切合中国现在的国家需要 葛浩人 戴海迪 杨仙逸 都是这些人 对不对 很好 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其他人 许怨冲 还有谁 韩靖 也是属于 葛浩人 这种人 推广中国文化 对不对 我认为应该是玄奘 玄奘 我再提几个 还有严富 按照我的标准 我给大家划分一下 什么人更伟大 严富伟大 严富也伟大 但我先说严富为什么伟大 他有两点 让他和其他的议者截然不同 他要比葛浩人 比David Hohn还要伟大 为什么 他有一个国家民族使命 第一 他有一种翻译的使命感 我的翻译就是为了改变社会 推动社会进步 第二点 很多翻译没做到 我希望学生去思考你以后怎么发展 第二点 他研究翻译 他属于磨刀者 绝大多数议者是不磨刀 只砍财 第三点 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 文化交流的 不是一等 我今天如果不放天眼 我相信在座的人 没人看过 因为很老的书 但是他对中国影响很大 怎么去影响 他是通过话语提炼去影响 研复给中国带入了两三百个心词 这是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意识可以做到的 玄奘做到的部分 比如说 哪路阿弥陀佛这种心词 什么修业啊等等 这些就是玄奘带进来 玄奘也很伟大 他除了心词的提炼和话语的提炼以外 他也改变了翻译的方式 玄奘是中国第一个 世界上第一个做出流水线的人 你去看我们现在东莞之所以发达 因为我们有一个加工工作法 这种概念 但是人家玄奘一千三百年就做出来了 一千三百年以前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玄奘伟大的地方 还有伟大的地方 这就是玄奘和严富这种人共有的 他们心目中对翻译的定位 就是I translate to change I translate 说的不好听 你们猜我翻译的目的是什么 I translate to make money 这就是区别翻译伟大和不伟大 所以呢改变很重要 哦姚老师你刚才的问题提炼出来没有 大家也可以很尖锐地问我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对姚老师念念不忘 因为上手 你刚才的第二个问题 赵老师他那个问题怎么 姚老师那个问题 我感觉如果要是就是加上一个 比如说严富艺文接收状况的历史研究 会不会稍微加一点点关键词进去 对严富读者的受众的研究本身就很值得 加一个受众研究很好 历史的受众研究 一百年前五十年前和现在不同的受众有什么 那你怎么去收集数据 这是表里的事情 跟赵老师很熟 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跟跟我一样 我都买试这个问题 陈老师 我们说这个严富用了什么 什么方式来有效影响这个时代的设计 这个时代的设计 他用什么策略 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刚才讲的 他的这个翻译图是 就是他是有一个是并感的译者 对吧 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手段 这样策略性或者我这样子用什么 就是手指走的 这个你做得好的话 可以在西刊真的可以发表 因为我们现在很关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翻译 对不对 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的翻译没有效果的 没有人看的 根本就没人买的 那你去研究严富的翻译策略 这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翻译 就是一个限谋限策的好论 我觉得中央翻译局就要考虑用你这个 真的 因为不要浪费纳税人那么多钱 去做那种重复无效的工作 应该去考虑你的建议 用什么策略 非常好 姚老师 我接着那个刚才那个小伟老师说的 还有刚才您提到那个严富两三百个新词 我觉得他这个翻译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有改变中国人认知的一个导向 只有现在改变认知才会有改变 然后才会采取行动 对 这个思路走下去非常好 你就跟国际的人们理念思想点变走到了一起 你的思想会非常的前沿 很多人认为语言是劳动的成果 劳动产生语言 语言是人交流的工具 但是你提到了一点 语言新的词汇怎么塑造了中国人的想法 或者行为的准则和界限 对不对 你的想法跟某些西国际大家走到了一起 包括Michael Foucault 包括Judy Spartner 你思考下去 你会成为一个很强的思想家 还有两组同学 我没有忘记你们 可以把你们麦克风传过去吗 你们的问题 我的问题比较犯 就是我们说 严富的 他自己提出新杂牙 可是他本身的英文 并没有很快 这个已经很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严富为什么说到做不到 和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驰 对不对 非常好 OK 下边那两位女生 我的问题是从这个艺文的对比 从原作的他的艺文最后一句是 自尊隆隆 虽然我的感觉就是 不过今天是自尊隆隆的一种体现 然后宋先生的艺文 他最后一句是 维持一种流动的平衡 然后我理解的是 能量受隆的一种感觉 然后感觉他跟那两个表达的内涵是不同的 就体现了他们的艺者的主体性 然后他说为什么得罪这样的艺本 他们的翻译的目的是什么 你提到另外一个主体性 也值得研究 两个艺者的主体性 值得研究 不过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现在下电要先做一个小的总结 在我看来 最好的研究 就是第一 问题导向 有很好的问题引导自己 第二个问题 深度的问题要比浅的问题要好 这个等下我说为什么 第三个关键 可以找到数据去支撑的问题 去研究的问题 也是好问题 比方说赵老师刚才那个想法非常好 不同时代的受众的研究 这个非常非常好 下一步你要去思考 我数据从哪里找到 假设 我们明天还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数据问题了 我先把它给预告一下 数据 我们赵老师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假设做那个选题 我用什么数据 第一手 直接了当的数据是什么 很可能就严复的一文了 对不对 还有宋先生的一文我能找到 还有没有其他间接的数据 二手数据 去思考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问题 大家来汇总一下 认为这里头哪几个问题最值得研究 刚才我们说好问题就是好研究的一个前提 这些都是好问题 能不能找出其中更好的问题 最好的问题 有深度 有意思 我感兴趣 而且有数据支持 第三个是吗 一和三 能把它改造成问题吗 这个就有点像刚才的第四个套路 我在说策略 应该有什么选择的策略 或者选择 逸入一个问题选择 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 逸入与话语 话语 话语方式的选择 与什么 与意义 这个意义是吗 可以挺好 怎样去选择 那做出的第四个套路的论文 就是限模限策的论文 很好 我也说吧 我也喜欢去探讨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他说信达雅 做不到信达雅 要不要我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 因为第一 有数据支持 我可以找到原文 可以找到议文 可以跟宋先生的议文进行比较 我可以拿到数据 这就是第一手数据了 对不对 第二点 我很关注 提出信达雅的这个人 一个关键的翻译理论者 学者 为什么他选择不去信达雅 而且恰恰是不那么信达雅的东西 为什么会造成影响 宋先生的议文 甚至很多人不会买 不会看 不会反复看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严富的议文 严富的议文 还真的是很多人喜欢看 包括 你可以看他的议文 很古色古香 很文雅 很典雅 非常传统 但包括一些革命者 改革者都喜欢 我举个例子 就是鲁迅 鲁迅的招花西石 专门有一个小的片段 给许广平写的短信 说到这本书 周六去逛大街 在集市上看到一个书摊 书打开来 很漂亮的文字 他一看不迷了 把这本书买了下来 再说下去 很多朝廷要员 大家都知道 当时读书人 大多数学而优则事 叫做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招成名天下之 科举考试变成了大观 这种人也喜欢看他的书 经常把他的书 或者是白天 摇头晃尾的去拿 送他的书 或者把他放在床头 睡觉前看一段 起来再看一段 反复看 发现没有 刚才说第一手资料 第二手素材 数据 我现在都有 去找朝花西石 就是二手数据 刚才这个就是一手数据 你还可以找 严复论文 专栏文章 传记 这些都是二手数据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我还可以加一个问题 因为不差于 一位世界的背诺 对 我在前面先加入一个问题 我记得 他的翻译准确吗 我通过文本的比较 就可以得出结论 对不对 下一个解决的是 为什么做不到 实际上姚老师刚才那个问题 可以改成 为什么现在的读者 还宁愿喜欢 严复 而不是送信 那你这个问题就是 要问 问其所以然 就比第一个问题要有意思 就比原来的意思 假设我选这三个问题 我都是可以操纵的 我从第一手数据 和第二手数据 我都是可以解答这些问题的 最起码我可以做出推论的 我可以到第三个问题 我就可以通过 我对第一手数据 第二手数据的分析 做出推论 那么这三个问题 我是可以解答的 我再说一点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理论和思路上 我先说思路 第一个我刚才说 国际思路是看重差异的 刚才那三个问题 就是讲的差异 David Hall 讲的是差异 我关注的也是差异 翻译方面 我现在开始讲一个翻译的思路的演变 我们花点时间去讲这个吧 我把它放在 Legenerative Review这里 思路的第一个 就是比较关注差异 从差异和比较里头 找出特点和意义 第二点 各行各业 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一样 语言学 媒体 传媒 文学 语言学 翻译都一样 从单一标准 比如说 从只有一种真理 上帝的真理 以后变成了两三种真理 后来变到现在是后现代 各种真理 多样化 多元化 无数的真理 这是第一点 这是思路上的第一点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无数标准的状况下 变异 个体 和感受 这几个东西更加重要 去研究变异的 例外的 个体的东西 和个体的感受 更加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 我们人文科学的人 做智性研究 文体研究 比量性研究 更有利益 翻译理论 基本上从文字 走向了语言 走向了作者 走向了内容 作者文本吧 走向了读者 这是翻译理论 的一个演员过程 所以我说 姚老师 对读者的观众 关注 走到了前面 因为现在 最关注的是 受众 我们可以把研究 我们可以把研究者本人 也视作受众 我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 我也是受众的 另外一点 从以前的准确 中时准确 对不对 发展到后来的 莫娜贝克等等 Eugenide等等 还有 英国的那个叫什么 还有 反正我们把它叫灵活对等吧 知道中时准确 行不通了 大家就走到下一步 叫灵活对等 这里缺了 我可以下一个地方补回来 等等 再走到下讲 已经不是文本和意义对等 而是功能 前面讲到的是 文字和意义的准确 或者灵活对等 后来演变到了功能对等 那就是Catharina Rice等等人 强调的 翻译 不是把文字和意义翻译过去 是把功能翻译过去 我举个例子 我一进来 今天我说的是 福州这个地方很热 用意义来讲的话 用文字来讲 就是It is hot in 福州 但是我用功能来讲的话 什么意思 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打招呼 那么打招呼怎么意义 就可以译成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对不对 这就是功能对等 但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是 Wongming up 暖场 跟大家 产生互动的一个暖场形态 这个时候怎么翻译 这个时候你可以翻译成 The Speaker wants you to support him 甚至你可以说 另外一个功能 它不仅仅是暖场 而且是为了开玩笑 活跃气氛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The Speaker expects some applause 那里有同学的笑话 我觉得我就当作你是同意我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功能对等 再发展下去 因为功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只有两三种标准 或两三种可能性 到了 后社会时期 功能是无数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我们等下说下几节 我说另外一个人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Mona Baker 在座都听过吧 在中国很多人的眼里 是神一样的人 我先说一下 Mona Baker本人 大家能不能提出 Mona Baker说过什么理论 或者概念 实际上这个人九十年代 他关注和相信和写的第一本书 也是和对等有关 他叫做Dynamic Equivalence 他写了一本书叫In Other Words 但是 如果Mona Baker 永远都停留在 灵活对等和In Other Words 那个水平的话 他成不了今天 他拿到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文科基金 一百万亿磅 相当于一千万人民币 为什么 因为他的思想一直在演变 大家提醒我 Dynamic Equivalence 以后他在讲什么 他在想什么 他的理论是什么 有没有人听说过 大声一点 在我的这种互动里头没有错误 都是正确的 所以可以放心 陈老师讲 我至少知道他在最近搞的就是一个跟这个Translation as a Knowledge Generating的这样一个意思 他现在关注的是New Knowledge 他现在研究的是Genealogy of Knowledge 意思是中文它把它一层知识谱系 意思是知识从一个国家到下一个国家再到下一个文化再到下一个国家 变化 各种变化 以及新的意义的产生 那么你可以看出来 他从忠实准确或者到对等到这个新的意义的产生 经智慧产生 已经卖了几个大负责 再说一下 他中间还说了一些什么 还有什么新的理论 什么 叙事性产生 他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Narrative Community 叙事社区 要我写中文还是写英文 他经常讲的是Translation as a Narrative 或者Translation的目的是为什么 为了形成一个语言或者认识社区 意思大家有一个新的想法 共同的想法 那么Narrative大家猜一猜什么意思 中文叫什么 什么叫做叙事 什么叫做叙事 就是讲故事 把故事讲好 你看他从准确到讲故事已经是一个飞跃了 对不对 讲故事 关注的是什么故事 要把故事讲好 Ecovalence 和终实准确 讲究的是终实和不变不三不减不改 已经变了 你这个加入 你这个加入 这个头 给我们的idea非常好 你看 你可以看到他有三个阶段 我告诉你还有第四个阶段 还有一个叫什么 从语言有primatic translation 可能我相信他还是比较关注实用 怎么实用 通过翻译去为少数民族 包括阿拉伯人谋取利益 那么从学术的角度 还有没有其他的概念提法 我听见有人在讲 行动研究 非常好 发现没有 activist translation 也可以说action translation 它跟我们以前的text based translation 很不同 以前的翻译就是 坐在书斋里面 对着一本字典 一本词典 做文本工作 他说我现在要走出去 要采取行动 很不同 对不对 你会发现 Mona Baker的想法 二十年里都变得很多 走过了四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我也要说下去 实际上这是世界上共同的走势 只不过中国人额外地关注了它 我再说下去 还要说一点 假设是研究严妇 刚才说的严妇 这个 假设要研究严妇的翻译的话 如果你要去研究它的是否准确 这是现在国内大多数翻译译者的做法 他们关注的都是更准确 很好 但是你在思路上落伍了 你已经落伍于时代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了 你关注 narrative 的话 刚才有人说 严妇是怎样讲故事的 那就很好 证明你比关注准确的人多走了一步 刚才有朋友 关注几个男生 关注的是它怎么改变世界的 那么你走的基本上和Mona Baker同步了 同样的节奏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研究生的期待 我期待你去超越以前的很成就的两个步骤 我们去研究可以 因为我行将就莫可 但是你们是九零后零零后 你们要走到Mona Baker这一级很重要 这个台阶很重要 但是等到你成名成家十年以后 这个知识延往 我希望你走到下一步 新知识和新智慧的创新 这一步很重要 我可以说吧 中国有几个科技公司为什么那么成功 比如说腾讯 它在知识的本土化 智慧的本土化方面 做得很好 只要你一说本土化 你就超越了忠实准确 你看它的技术和它的游戏模仿得真好 而且本土化有创新 你们现在玩的腾讯的游戏 大多数来自于欧洲 被它本土化了 然后它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知识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我过去十几年我个人研究的是这三个领域 我很荣幸 我很荣幸 莫娜·贝克 2017年拿到 Genealogy of Knowledge 我在同一年写出了一篇文章 中国社会的进步 18年我又出了一篇文章 叫《Moving Words to Move Mountains》 讲的就是颜天鹏和颜富 就是今天研究的这个 它怎么通过文字文体选择和变化来改变中国 所以如果我写 我告诉大家我的文字功底是很差的 特别我的英文 但我有些新想法 我发出去以后 就有编辑和审稿专家 不断的来帮助我改变 因为他觉得我的概念跟莫娜·贝克同期 而且莫娜·贝克还在研究我论文已经写出来了 这就是在这个现代这个竞争日益剧烈的社会环境下 你怎么去发表的一个经验 抱歉 今天我讲多了 今天你已经知道 怎么去找数据 怎么去观察社会现状 怎么在里头找出问题 怎么整理思路 在问题里头找到最好的问题 我们明天接着把论文的框架给做出来 明天就是这个 明天就是做这个 那么还有十分钟时间 抱歉没有留够时间给大家互动 院长请原谅 有十分钟的问题时间 有没有 有没有 有问题 任何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还要说一点 今天天气很热啊 请大家多关照啊 请大家多关照啊 有一个启示就是 之前就是在大家问问题的那个时候 有提到的一个那个医者的主题性 以及翻译家我写了一篇文章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篇文章 我自从医者的主题寫来 分析这个就是 如果心肤的敏及翻译家 因为当时是非常非常多的 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篇文章是一直没有发表 发表不出去 因为投出去一直被巨搞的咯 然后可能我走的这一步走 还太 就走这个瘤脉太小了 其实我刚刚突然看您后面的就是说 翻译是来改变这个社会的 我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就是把这个意者的主题性 跟它与这个翻译去 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 对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 您问的这个问题 我比较关注两点 假设我是审稿专家的话 我会看你的文本 对它的主体性的分析 有没有数据依据 还是你想当然的 assertion assertion叫什么 说法 很关注你们的数据 第二点 这是我们明天要讲到的 就是建立叙事 你对它的主体性的分析 是否能建立一个逻辑性的来龙去脉的推理 根据什么样的逻辑 根据什么样的逻辑 什么样的证据 推理出它的主体性 很重要这一点 即使 你做到我刚才说的那些 在思路上 我希望你 研究差异和个性 可能 更重要一点 这个人的个性 是什么 差异是什么 与众不同是什么 再一个就是理论上 我希望你 超越前面说的 比如说准确啊 对等啊等等 能走到 这三个会好一点 他怎么讲故事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故事 就像我们去分析严富一样 明天我们会分析 为什么严富要如此讲故事 用如此的问题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给社会和翻译 带来什么新的智慧 你关注这些可能会 而且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的文献回顾也比较容易做 好 其他问题有没有 同学们你们 老师 韩众老师 这个问题 本来就是上一次 弄另外一个老师 结果没有机会问到 我今天就问你了 那个 那大学那个 我们见开老师上一次 来做讲座的时候 他说要有个翻译策认 就是借用 比方说我们中国大学一句话 很难翻译到 所以我们可以借用 比方说佩戈啊 或者圣经当中的某些 已经承讨的 几句比方艳语 或者说大家 众所周知的语言 翻译 当时呢他就有一个借用这个 作为的策略讲出来 当时他举的例子是 如临外事 说的一句话 就说 君子成人之美 然后他把这句话翻译成 A friend in me is a friend in deep 然后呢 我的问题就说是 根据这个来理解 如何认定 什么是翻译策论 什么是翻译技巧 这个到底怎么样来考虑 第一 在我看来 什么叫策略 什么叫技巧 是定义的问题 非要区别它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国际语言学里头 任何术语 都是活动的 流动的 取决于怎么样去定义 第二 我要问你一下 你说上次想问这个问题 后来提出来没有 没有我就问 否则你问过其他老师 我就不解答 因为我说明 某天还要往复旦去跑一趟 如果没问 那我就解答一下 就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个人 对个别的字眼的翻译 不感兴趣 我不相信某一个字眼 或者一个成语的成功翻译 它就能做出一个成功的译文 可以成功的去推广中国文化 我不相信 我相信的一点 第一 The death of the god 死掉了 第二点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也就是the death of the book 死掉了 我更相信话语提炼 即使是对译文本身 我更喜欢严复这种做法 一以贯衷 从始到终去塑造一种特殊的文体 你在这里看不到一个 好像很出奇很离谱的 一个文体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有一个风格在那边 只是把一个成语成功的 一到让老外可以明白的这种水平 我不相信这种东西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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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